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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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以来最大的单日跌点 以道琼指数为例 中场是下跌了622点 主要原因就是两位姓布的美国官员 一个是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针对整个俄罗斯对于乌克兰的军事攻击 做出了剧本的一个展现 另外是胜路易师美联储分行的总裁布拉德 他做出了非常强势的一个加息的一个言论 所以美股或全球资产不好走 就是看到一个国务卿布林肯 一个是美联储的重要官员布拉德 所以我们今天要从这两个角度 来跟大家做一个分析跟观察 后市美股的变化如何 尤其是昨天把这一次 2月16号之前2月15号 俄罗斯从乌克兰进行部队的撤回 引发的一个市场剧烈的反弹 这个低点在昨天晚上又重新跌破 重新跌破 我们就要观察 因为按照目前这个剧本来讲 普丁会变成世界首富 我昨天前面特别提到 做好空单 然后进军乌克兰 空单回补 反手做多 再把部队撤回俄罗斯 照这个版本的话 普丁很快就成为世界首富 昨天世光跟普丁在梦中通了一个电话 普丁说他没有单 他不知道他为什么会被美国人这样利用 我们今天要说明 第一个我们看一下去年的6月16号 我们看到时代杂志当时的封面 是用拜登的帅气的飞行眼镜的照片 作为封面 在去年6月16号 在G7的一个峰会结束之后 拜登见完了北约的领导人 也展开开完了美欧峰会之后 他急切的前往瑞士的日内网 来跟谁见面 跟俄罗斯的总统普丁来会谈 其实当时时代杂志就提到 其实前面的G7峰会 北约峰会还是美欧峰会都不重要 拜登出访欧洲 在当时唯一的重要活动 就是跟普丁来进行见面 所以当时封面 我观看 戴了一个帅气的飞行眼镜 可是眼睛当中 看到的都是普丁 所以拜登跟普丁的政治的盘算 跟外交的折冲 还有军事的冲突到底会怎么发展 在2月16号说好了 普丁要来侵犯我的蒙邦 我的弟弟 结果没来 现在又说2月20号 俄罗斯会可能进行军事的攻击 攻击乌克兰 引发了股市的一个剧烈变化 好那我们回来观察 昨天法新社的消息 引发美股大跌 就是美国总统拜登 他说俄罗斯可能在未来 接下来几天对乌克兰发动攻击 因为宣称所有迹象都显示 目前俄罗斯有可能入侵乌克兰 而且认为俄罗斯撤兵的画面 跟撤兵的撤军的消息可能不为真 所以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威胁 仍然非常大 所以有理由相信 在短期之内 俄罗斯仍然有非常高的可能性 来入侵乌克兰 所以我们看到最近拜登 在国内政策 内部政策不断的出错 民调不断的创下新低的环境当中 只好不断的操作地缘政治的冲突或危机 来试图提振自己的一个民调 可是这个过程就很妙 好 观众我们把本世纪以来 甚至上世纪以来 美国总统的变化 从克林顿到小布希 从小布希到欧巴马 从欧巴马到川普 从川普到拜登 可是俄罗斯的总统从来没换过 就是普丁 所以相较于国际的局势 跟打交调的经验 到底谁是赢家 谁会是最后的赢家 主动权似乎目前是在俄罗斯的总统普丁身上 所以到底美国为什么要操作乌克兰的军事冲突跟危机 今天我们看到更多历史 其实乌克兰这个国家 说它是个国家 其实历史非常短 因为早期它属于立陶宛大公国的 后来波兰立陶宛大公国瓦解之后 又被俄图曼土耳其帝国给分裂 俄罗斯的沙皇的扩张 跟经济购买的发展 方法的变化 又把乌克兰切得东一块西一块 所以严格来讲 乌克兰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历史 其实非常短 尤其乌克兰目前首都基辅 更是俄罗斯民族 一个非常重要的心理当中的 一个具有价值的城市 所以乌克兰的地缘政冲突 总会变成一个影响国际资产价格的危机 其主要原因都是美国的内部需求 在昨天 布林肯在联合国安理会的报告当中显示 俄罗斯无故的驱逐了 美国驻俄罗斯的第二外交官 就是傅大使 根据美国的情知显示 俄罗斯准备在未来几天 针对乌克兰发动攻击 他呼吁二方明确表态不会攻击乌克兰 还说还说 这句话就引发今天 在五盘过后 全球市场收复昨天的一些下跌 三分之一反弹 就是在下周晚先时刻 将会跟俄罗斯的外交部长拉夫罗夫 在欧洲来进行会面 并建议举行北约跟欧俄罗斯理事会议 还有欧洲的相关的安全合作会议 布林肯已经做出了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三部局 这个剧本不用编 拿来就有 这是过去美国跟伊拉克的海湾战争 剧情一模一样 第一个是恐怖分子的爆炸事件 另外就是假装发现了万人种 还有制导自演无恩基攻击平民意外 甚至动用化学武器 这个剧本美国每天都在编 过去美国就这样打人家的 现在他把这剧本假装是俄罗斯的 另外一个是洋装攻击之后展开空袭反击 俄罗斯以导弹跟炸弹来轰炸乌克兰 并且用通讯跟网路攻击 三部局是俄罗斯派出陆上的武装军事力量 包括钻甲兵来攻击乌克兰的首都基辅 其实这个三部局基本上就是美国过去 攻击利比亚 攻击伊拉克 或是参加叙利亚战争的三部局 所以美国把自己的剧本套在普丁身上 引发昨天股市出现非常剧烈的政党 因为剧本都出来了 一般的投资人就认为 美国的情之显示 对于俄罗斯的军事的一个进阶跟步骤 好像非常辽阔执掌 其实这就是美国过去 就是我们讲本世纪每一次战争 不都这样吗 这是美国的剧本拿来给普丁做使用 好 那我们看一下 到底会不会开战 乌克兰危机会不会开战 我们礼拜一就用61夹者循环 看到上次的古巴危机 这个危机冲逃最后 美国是用让步的 美国是让步的 因为美国次上对于苏联 对于俄罗斯民族 基本上是仍然是非常保守跟小心的 另外我们观察 目前北约组织当中 特别以欧洲的主要国家 我们看一个画面 画面是什么 一个男生六个女生 这六个女生是谁 这六个女生就分别是德国 法国 荷兰 西班牙 比利时 丹麦的 国防部长 也就是目前北约主要的军事力量 所领导的国防部长 全部是女性 当然我们不能说女性不会打仗 可是感觉北约组织目前是一个很温柔的成分 是一个很温柔的组成 所以俄罗斯的官部长肖伊古 难道要跟梁子军 北约六国的官部长来进对抗吗 观众这是我们看最新的观察 北约和西游六国主要军事力量 基本上全部是女性来担任军事的领袖地位 那会发生战争吗 我觉得北约说强悍还不至于说温柔倒不过分 所以面对温柔的北约组织 这个乌克兰问题会打得起来吗 打得起来吗 所以不管是德国法国 包括目前 这个罗斯都对于美国在乌克兰的操作 感觉是不可思议 那哲联斯基也担心自己的人身安全 当然政治生命已经没有了 因为从他的地方选举 已经把所有的重要席次 跟重要地方联邦的手掌位置 输得一干二净 那哲联斯基他要考虑到是后哲联斯基的时候 他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所以目前乌克兰危机打得起来吗 应该是打不起来的 所以我们看到在标普500 在今天亚洲盘的时候出现反弹 主要原因是布林肯已经提议 在下周的晚先时间 会见下俄罗夫的外长拉夫洛夫 又给市场上带来一些期待 现在主动权不在美国身上 美国就不断演这个戏 好 演这个戏干嘛 一个短期因素 一个长期因素 第一个是要掩饰美国股市的资本转折吗 美国华尔街的背后的操作吗 你要知道拜登不听他老婆的 也不听布林肯的 拜登他绝对听他背后金主的影响力 金主的影响力 观看世光选举过很多次说 大胆讲做财经的讲政治 我们不仅是参与政治也参与财经 更参与过选举 金主的影响力是非常非常巨大 真的金主比自己爸爸妈妈还重要 所以金主的影响力非常非常的重要 金主在想什么 才是拜登在做政治选择的一个重要的依据 所以到底在干嘛 没有股市越盘越弱 尤其在整个平台的右侧 把颈线跌破之后 尤其关门注意到德国股市 德国也是把颈线跌破之后 忽然乌克兰俄罗斯就撤军了 感觉这个在做一场线 做一个局 而这个局关门要特别的谨慎 跟小心的方向 好 所以我们看一下 在过去一段时间 美国不管在内政跟外交政策 似乎都不断的失分 最近加大高喊 这个汽车卡车工人的 这个巨打疫苗 把美加之间的桥梁跟通路都堵翻了 特鲁多现在遭遇到极大的政治压力 为什么美国的NGO在募款 来支持这些罢工的工人 给他们钱 试图来推翻特鲁多的政权 这个美国先开始跟自己的盟邦搞内后 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提到的 美国对于目前经济的情况 严重的预判错误 包括我们提到 在去年第一季的时候 从鲍威尔开始 对于未来会出现的通胀 也就是现在的物价失控 是完全没看到 不仅鲍威尔 包括了叶伦 叶伦也认为物价上涨不会失去空置 一直到上一个季度 到了去年11月12月份 美联储才出现了180度的大转弯 认为要需要缩表 需要做加息 当然其中的关键 就在于鲍威尔的连任 跟美联储的权力结构的 交班跟换届 所以事实上美国错过了 最好的缩表时机 美国错过了最好的加息机会 我们在过去节目一直提到 这个错误将会有巨大的成本 因为美国按照各种的经济指标 包括了就业数据 其实美国应该在去年的第二季 就开始进行一个QE的退场 甚至在去年的下半年 就早就应该做加息的动作 可是美国错过了一个机会 形成了美国经济 目前开始收缩 不管是等一下我们提到的 费城美联储所公布的 最新制造业的采购经理人指数 所谓的经济领先指标 随着跟纽约美联储的 采购经理人指标 这些领先指标都开始下滑 美国的景气周期正在下滑 这时候开始进行收缩 对于美国经济 今年度的大乱跟衰退 是势不可免的 所有的原因都是因为 去年的泡沫太大 使得整个物价失去控制 所以昨天我们花了一点时间 来解读美联储1月份的会议摘要 很明显的 这是第一次过去几个季度 几年来 美联储官员首次提到了 资产价格可能泡沫化 破灭后的影响 现在要为去年整年度的买单 你能够买单吗 去年的第二季 美国股市台北股市在什么位置 假如现在回到去年第二季位置 这个指数的跌幅都会超过两成 假如超额的泡沫出现巨大的拉回 会跌到什么位置 这是不可想象的 所以官媒还要特别做一个观察跟留意 所以我们这边就要把它提到了 讲到两个步 很难走 这个步好走 一个是国务卿布林肯 一个就是圣路易斯分行的总裁 布拉德 布拉德最近可能大家常常听到 为什么布拉德那么重要 它既不是美联储的理事 他也不过是12家分行的其中一家分行总裁 可他的讲话越来越受到市场上的关注 在昨天最新的谈话 他认为要把美联储的FIFA 美联储的联邦货币基金利率 拉到2% 才有可能遏制失控的通胀 所以他认为美联储需要在3月份 进行更大幅度的加码 更大幅度的升息 包括了在3月份升息 一个百分点的空间 另外4月份 就要开始进行缩表动作 所以布拉德的讲话是极为鹰派 极为紧缩的方法 布拉德的想法跟做法 到底影响性为何 好朋友们我们去看布拉德 为什么布拉德那么重要 美国7个美联储的理事 还有12家分行的总裁 这19位有投票权 跟轮流投票权的官员 为什么市场上都观察布拉德 因为布拉德上一次的讲话 使得美国国债价格的扑动性 创下了石油危机以来最高 创下了近40年 近40年以来最高的扑动性 所以布拉德的讲话 已经严重影响市场上 投资的一个情绪 这是过去的经验 上一次布拉德讲完话之后 整个美国的直率曲线 出现了更为平坦化的发展 就是长天期的通胀预期下滑 而短天期的市场利率 不断的走高 所以布拉德上次的讲话 引发市场上非常大 尤其是债券市场的动荡 昨天晚上讲话 更是让美国股市 创下今年以来最大跌点 622点下跌的主要元凶 我们来看一下讲了什么 因为在过去几天 2月10号 布拉德讲加息 其实节目我们当时有做 这是美国现在在19位 理事监事 还有分行主席当中 最为强劲 最为支持加息跟缩表的鹰派 他讲完之后 当时美国NASDAQ股市 我们以成长股为例 从14200点一路往下进行灌压 在昨天晚上的讲法当中 又使得美国股市 创下今年以来最大的单级跌点 NASDAQ最大的单级跌幅 所以布拉德的讲话 他现在任何的发言 都让市场上非常关注 我们就要分析一下布拉德是谁 为什么他有那么大的影响 好 观众注意 因为布拉德他有没有可能 在未来时间在美联储的角色 甚至进入白宫的团队 是我们值得观察的 我们看到经济学人 曾经把他评列为全球十大的 具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 路透社曾经提到 布拉德是货币政策圈 尤其是货币学派当中 最为讨厌的一位美联储的官员 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 库德洛曾经评价布拉德 是联储性当中 一位真正的意见领袖 他也曾经是川普心目中 最佳的美联储主席人选 现年61岁 在1984年得到了经济学 还有计量方法 还有信息系统学的博士位置后 在1990年进入得到经济学博士 到从1990年从进入美联储 担任经济学家 特别着重于货币分析的研究 2008年开始 2008年开始担任圣路易斯分行 第12人的走财 到目前为止已经任职14年 这个时间经过了布兰克 叶伦跟鲍尔三个主席的一个时期 所以我们看到布拉德在美联储当中的讲话 第一个他分量跟他的精力是比较够的 第二个是他常常会很激进 就是降息的时候比谁都激进 当升息的时候同样的也比谁都激进 所以布拉德是一个高度弹性 而且非常激进的官员 他不是一个鹰派官员 他也不是个各派官员 只是当需要刺激的时候 布拉德比谁都支持降息 当需要紧坐手 布拉德比谁都支持降息 升息 我们看看过去的一个经验 从2008年4月份他的一个发展跟讲法 在2010年 他特别提到当次贷危机之后 他认为大衰退之后 他质量和宽松 他严重警告 美国可能会陷入日本式的通缩陷阱 所以他支持Q1 支持Q2 支持Q3 而且认为利率要长期保持在低水平 到了2011年 他说美联储应该考虑更多的是 总体通胀 而不是核心通胀 而且还发表了一个 衡量通货膨胀 核心已烂的一个专文 指的就是利率需要长期的趋向于零 而且需要更多的Q1 到了2012年的时候 随着美国进入Q3 经济的复苏 他又转趋于鹰派 他认为美联储应该用更高的通胀 来采取一个强硬的措施 所以到2012年到2015年 他又转为鹰派 到了2016年 2015年开始 他又开始提到 他认为应该要研究一下 有没有可能长期趋于零利率的时态 2016年的时候他也提到 美国不需要加息 两年半 从2016年到2019年 他一直是反对加息的 反对加息 关于我们从布拉德的一个节奏做观察 他不是超级歌王 就变成超级英王 可更重要的 就是我们之前在节目提到 我们从2018年开始提到 中美的贸易摩擦 主要是来自于去杠杆的不和谐 跟不协调 你看到布拉德的讲话 他虽然有理论跟学术在背后支持 其他所有的方案都跟中国的杠杆 跟去杠杆是高度的协作 也就是中国加杠杆的时候 布拉德会变成一个鹰派 支持美国减杠杆 当中国减杠杆的时候 布拉德会变成一个超级鸽派 认为美国应该加杠杆 这是布拉德的观察 观察要知道 美联储的官员除了学术背影之外 其实都是非常懂政治 甚至懂国际政治 不仅懂国际政治 还懂国际金融贸易政治 所以布拉德的一个脉络 其实很明显看到 他跟中国人行的政策 是刚好相反 这不叫对立 这叫做协调跟合作 为什么 因为当美国加杠杆的时候 中国就要为泡沫 跟调整资产负债表 进行去杠杆的动作 而中国加杠杆的时候 有可能输出高速的通胀 而美国这时候 是最好的时间点 来修整资产负债表 不管是家庭企业跟政府的 一个结构的时刻 所以中美之间在本世纪以来 其实的货币政策是高度的协调 高度的分工 我进你就退 我退你就进 形成了一个非常紧密的合作关系 有时候美国要调整自己内部的问题 需要中国加杠杆 有时候中国开始要调整自己问题 美国开始加杠杆 形成一个高度协调动作 所以假如我们用一个国际政策角度 就是我们之前之前报道的论点 中美之间它必须合作 在什么地方合作 必须在货币政策进行高度的分工 而布拉德的转割转因的过程 其实都跟中国的人行高度的分工 所以最近我们看到这一段时间 人行开始进行宽松的动作 而布拉德却越来越阴 所以布拉德是中共同类人吗 当然不是 而是他声明大局 他知道美国的货币政策 跟全球化的协作关系 应该站在什么上的立场 这是我们做观察的 我们再观察 因为不知不觉 我们在过去这一年度 做了相当多布拉德的节目 这是我们在节目当中的 当时的一个电视墙的画面 我们揭露出来 从去年10月12号 布拉德是美联储主要官员 第一个谈到要进行QE缩减 开始做退场的 所以官员布拉德讲的是对的 去年美国开始讨论QE的退场 到了第三季讨论加息 美联储兼美国面对的通膨胀 就不会那么糟糕 到了去年我们看到同样时间点 到了大概应该是6月份的时间点 当时他提到了应该要讨论加息了 讨论加息了 去年4月份讨入退场 去年6月份讨论加息 所以其实布拉德的节奏 基本上是非常精准 就是在顺周期的过程当中 进行逆周期的政策 这才是美国避免恶性通胀 跟资产价格泡沫化正确的作为 所以布拉德为什么最近讲话 成为市场上最关心 因为只有他讲真话 只有他讲实话 只有他讲出最专业的话 跟我们今天报告论点一样 不是什么了不起 因为现实上上都看布拉德 没有办法 布拉德 因为布拉德现在大家觉得 布拉德才是对的 我们去年4月去年第二集都提到 美国即将错过一个适合进行收缩的时间 美国没有机会加息了 我跟大家报告 其实我们的节目一直讲说美国会加息 但我给大家预告过 今年美国下半年他不会加息 甚至还会降息 因为美国的经济萧条是挡不住的 是已经即将发生的 是非常难以避免的 所以加息大概就剩下3月份 4月份或6月份 下半年美国有请做选举 美国没有空间做加息 假如美国不做加息 最近我们看到美元指数的转弱非常特别 对于美国长期物价跟经济周期的控制 已经失去了权力 这就是最大危机 所以市场上为什么那么关注布拉德 你去看今天媒体 布拉德讲话 布拉德怎么常讲话 上礼拜讲一次 这礼拜讲一次 每个礼拜讲一次 不是他每个礼拜讲一次 是美国官员每个礼拜都有很多研讨会 有很多的会议在分享 可是市场上现在只相信布拉德讲的话 这是结论 布拉德现在认为 美国再不紧急加息就来不及了 美国再不紧急加息就来不及了 这就是目前我们观察 美国最新的一个变化跟发展 值得大家特别来做留意 布拉德在去年开始预计 现在预计 3月份每年初真的会升息一个百分点吗 每年初敢做这个动作吗 每年初4月份能够缩表吗 假如再不加息再不缩表 美国的物价跟经济脱钩的发展 会不会更趋严重 这已经是几乎没办法避免的一个景况 所以我们特别观察 全球股市特别是这几天 科技股再度美国纳斯大格又跌破低点 又回到了警线之下 又回到警线之下 这基本上我们又是可以判定 这个长空的格局 几乎已经要确认了 不要被乌克兰的战或乌克兰的河所干扰 而背后的变化影响更大 所以我们休息一下 回来今天还不能讨论 观伴你知道吗 你打你的 我打我的 在今天有一个大类资产创下了近五年新高 人民币在今天下午创下新高 把前波的高点给做出了突破 而这次的突破是来自于离岸境外的人民币需求 带同供给 也就是人民币海外的需求忽然变得非常热络 而人民币的供给变得非常紧张 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人民币会创下近五年来的新高 随之而来的是今天港股的大跌 还有美国的数据不佳 这中间没有什么关系 我们休息一下 我来帮你做进步的观察跟解读 接着 我绝问你 我绝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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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